6806单片开槽机的特点 1.加水开槽泥浆无非溅,且开槽面以上全防护,万一锯片破碎,能保护人身安全 2.可连续转角开槽,使用非常方便 3.吸尘器吸尘效果好,环境清爽,干净 4.有锯片对线装置,开槽切割轻松成直线 5.与同类型单片开槽机相比,接水开槽不非溅,开槽更深,电机不易进水 6806单片开槽机的使用 滚轮架安装 松开活动照裸钉 安装滚轮架 侧手柄安装 取出头壳裸钉 安装侧手柄 锯片安装 松开和卸掉手拧裸钉 转偏保护盖 安装 安装锯片 深度达41毫米 133锯片 按下自锁 拧紧上压板 转正保护盖 拧紧手拧磨钉 砂轮片 砂轮片安装 卸掉保护盖 装上护照附件 装砂轮片 6807开槽机 可一次切割两道槽 6808开槽机 一次成型 效率更高 同级别重量最轻 6806单片开槽机 修理 锯片很紧实拆卸 用铁锤在压板对吹的两脚 稍用力敲打 再用包装把手拆卸 更换转子 卸掉上导风罩和左导风罩 卸掉碳刷盖 并稍微拉出碳刷 卸掉头可裸钉 取出中间盖和转子 松开M6螺母 固定中间盖 注意不要伤到定位精 用木朗桃敲下转子 M6螺母正螺纹难拆 1.抓紧转子 用大力气批反转拆 2.用台虎钳 加紧M6螺母 戴手套抓住转子 反向用力 安装碳刷 注意刷片全部放在碳刷上面 否则会接触不良 赞好 水 燃灭 燃灭 燃燃 燃燃 iz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